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昨天晚上还跟我谈了很多 他跟您之间已经很多年 没有像母亲和儿子那样拥抱过 他真的改变了很多 他真的这么说的 真的这么说的 再见 太难记得这些事了 明珠 爷爷为什么这么着急催你跟冬军结婚啊 他喜欢我呀 喜欢你呀 那好 那我给爷爷打个电话问问 怎么那么喜欢你呀 你打呗 赶了啊 倩倩姐 你就别管闲事了 你赶紧跟我出去买戒指去 我要那种复古的 编上好几层 镶着好多钻的那种 明珠 这个逼婚的手段呢 我是略知一二的 有一种呢就是真哭真闹真上吊 但是你这么享受生活 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将错就错 比如说自己怀孕了 一定要负责任了什么的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倩倩姐 你就是一只猴变的 猴精 那你到底说不说呀 其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 潘爷爷为什么就误会我 就误会我有那个了 我那么喜欢潘哥哥 你也知道的 那就将错就错了呗 明珠大小姐 您这是欺骗行为 有没有想过 东军和爷爷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 结果是什么呀 结果 结果大不了就是我跟潘哥哥结婚以后 我们多生几个呗 不好意思吧 你知道害羞啊 明珠啊 这个不是婚前生还是婚后生的问题 东军的性格我们都是知道的 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了 如果他知道了你用怀孕 让爷爷催促你们结婚 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 对你还会有爱情吗 那怎么办呢 那时间已然都这样了 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爷爷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跟东军如果真的有缘分的话 终究是会在一起的 我不敢 我怕 我怕 万一潘哥哥知道了 说错了错了就来电话了 潘哥哥 趁我不接 不不不你接 你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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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敢接 你犯的错误自己解决 你想啊 你说如果是东军自己知道的 和你主动交代的 这效果能一样吗 喂 喂 明珠 我们俩必须得谈谈了 潘哥哥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呀 我想你坦白还不行吗 怎么了 明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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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起床挺好的 那好吧 那个 我在咖啡厅等你啊 挂了 这下糟了 她说约我去咖啡厅谈谈 你说她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呀 怎么办呀 欠欠姐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呢 所有因为真挚的爱情所犯的错误 都是值得原谅的 而且我相信潘哥哥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所以不管他知不知道 你都要坦白地告诉他 你有道理啊 反正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满眉不成仁义在 是吧 是吧 下游 那我换身衣服 嗯 穿得乖一点 穿得乖点能让他降低火气 等我会儿啊 快去吧 走 走 好 杨姐 杨姐 走吧杨姐回家了 咱俩怎么下来的 杨呢 杨姐 我先上去 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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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上去 宝宝 你会很安全 放心吧 没事 交一次机会 一 二 三 潘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喜欢你 倩倩姐说了 为爱情所犯的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 为爱情所犯的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 他真这么说了 潘哥哥 但你原谅我了吗 明珠我不能跟你订婚 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我的妹妹 你对我的所有的好 在我这儿都是妹妹对哥哥的好 我要是跟你结婚了 对你不公平 你都知道对我不公平 你还这么对我 你先别经理听我说啊 你先去法国读书 等过几年你长大了 见识多了 你就会知道 我根本不是你心目中的什么英雄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那我上完学回来还喜欢你怎么办啊 如果那时候你还喜欢我 我就给你重新追求我的机会 真的啊 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们现在去找爷爷 告诉他取消婚约 不行 我去 你要去的话 爷爷会以为你是诚心刁难我 我去跟他老人家解释 他更能接受 你去啊 放心吧潘哥哥 这次我不会再搞砸追你的机会了 你赶快回福林村忙吧 还有 老爸和他学生的成人礼 你可一定得来哦 里面的衣服全都是我设计的 记得把我老哥也拽上 给我蓬蓬场啊 找我 如果爷爷那儿你不好说 记得叫着我 知道了 不苦不苦 奶奶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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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去吧 来来来 不苦不苦 来来来 湾叔 湾瑾哥怎么回事啊 湾姐怎么回事 你不如把羊给弄丢了 再去出去找一个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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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丑 丑丑 怎么了你 丑丑怎么自己在这呢 来 拿起来 来 丑丑去哪儿了 丑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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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杰瑞 你把那个胆子拿过来 这 快点 盐盐 谁让我那么大胆子骗您来的 您拿胆子给我一胆子吧 明珠 你真是 盐盐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您的 我实在太喜欢潘哥哥了 所以就僵错就错了 你是说 你没和东军 绝对没有 天地良心 潘哥哥是品行端正的人 他绝对不会干那种 那种 那就好 那就好 我真怕东军对不住你呀 潘哥哥没有对不住我 我倒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 好 那好 那你就好好回法国读书 这笔账先给你记着 要是你不好好读书 回来给你算账 要是你取得了好成绩 回来 这些旧账一笔勾销 听见了 听见了 谢谢爷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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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潇潇咱自己自己在这呢 你这咋人呢 啊 李波罗 哪位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别还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 你谁 我啊 赵默 赵默 吵到这儿我就得说你了啊 我让你去找潘东军 东东 你怎么他给找来了 就是他爸的坑上咱俩下来的 知不知道 发了这么大一个坑 然后我跳下来了 你干吗 你来干吗 我来啊 这里边上 合你意了吗 掉下来了 来 看见我吗 羊 我找到的 但是 不是我弄丢的 不是我弄丢的 我给找到了 我听见了 我不是笼子 来 上来 快点 有没有脑子呀 万一我把你也给拉下来怎么办啊 那你想怎么样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好吗 我再问你一次 上不上来 我不 不 好 待着吧 拜拜 赵墨 你回来 赵墨 拜拜 对不起 虽然你对我不人 但是我赵墨不能对你不义 你弄上来 这什么东西 这行不行啊 好 很结实 来吧 我拉到动你 来 我试一下 没问题的 好 说好了 行 来 好 来吧 来 你 来吧 道歉 跟我 我凭什么就相信你 这羊不是你弄丢的呢 你问他呀 口中不平啊 我 好 行 是我找到的 对吗 是我遛的 对不对 然后你上班时间去干吗了 是不是去约会了 今天是节假日吗 是五一吗 是二中节吗 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听听 对不起 什么 对不起 好 来吧 等好了 你记得紧不紧 你试试 来 来 手 手给我 手 别碰我 走 干吗呀 扯了 我 我得把你招上来呀 你先先 好好好 来来 那抓这 走 你还挺沉的 谢谢宝贝 你 你说你怎么不打个电话 还有我们找了你一大圈之 什么 没星号 知道吗 若智 我找羊很心切 我的那一片林子 还有那一片林子 我找啊找 我找了半天 我突然就听见羊在这儿 就在这儿 那个时候 他在这儿叫 然后我听声我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 对 我找羊心切嘛 我没有看见这么大一坑 我二五眼 行了吗 我没注意 让我啪一下 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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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什么 之前的所有恩恩怨怨 我们俩在这儿扯平了 扯平了 扯平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第一次骂我丑林芒到现在 你欠了我多少 你还记着呢 我都跟你道过歉了 你怎么心眼那么小呀 从那个时候就记到现在 我没打过你男朋友 不是 还想怎么样 我刚才跟你说对不起了 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 对不起 对 你让我胜了 我接受了 谢谢你 不客气 这个情我不理 不能理 就这样 对了 还有几件事 一定要确定一下 一 羊 不是我能丢的 他自己跑的 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当然我知道你也不会 二 这个羊是我找到的 不管谁来找你 这个羊确确实实是我找到的 好 你找到了 再见 哎哎哎哎哎哎 干嘛 瞅瞅你不领狗啊 我当然要拿走 他是我的狗 从明天开始 跟羊有关的一切单 老子不接了 好 好 给我 干嘛 我怕我在掉坑里 给我 我呢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算了你是女的 让上去 是女的 走吧 你呀你 你呀你 你害得我们好惨啊你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李波罗把你弄丢的 那是赵同志吧 葛大爷 这儿呢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好 你慢点啊 这黄 怎么样 找到波罗了 李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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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小米耶都 这儿呢我在这儿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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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吗 羊 李波罗 都找到了 人呢 李波罗 我刚才发现的时候 他掉进这里边了 又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掉进去的 反正我来的时候 他又已经在这里边了 然后拿一个藤条 把他给拉上来了 人呢 他先走了 往哪儿走的 往那边 那行 你们先看李洋 我去看看他啊 这羊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证书 狗大爷 其实这车全怪我 什么意思 我担心李波罗前一天情绪不好 没心思放羊 所以一大早跑到嫩嫩家 想说这羊我来吧 我来放 咩 早 可以吃早饭了 一会儿要多吃点 听见没 这样嫩嫩才有奶吃 哎呀这谁记得这么死啊 好 走啦 怪咩 走啦 来 来 所以我怀疑是因为我没双好羊 他自己跑了 坏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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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是那 那看来我还真是错怪李波罗了 不过没关系 我刚才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他不会怪我吧 波罗你别说啊 现在这地儿弄的还真挺好看的 你知道谁弄的吗 谁弄的 我妹妹 拉倒吧 你妹会弄这个她也就会做衣服 我妹妹可以 她挺好的 怎么了 我还是你大舅哥呢 咱能别提这事了吗 哥们 别提了好吗 不 最近有没有跟小米过分的联系 别提了我叫你哥 这事刚过去咱就别提了好吗 好 好 怎么样明珠不错吧 我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明珠姐姐 你今天这次好漂亮呀 你没说我们国家没有成人礼服 汉服也好啊 唐朝的服装也好啊 多好看啊 懂不懂 我觉得 就是 多漂亮 所以我得把咱们这次成人礼 拍成DV 当成我这学期的选秀课作业 好 我哥 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啊 好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你妹妹过来了啊 我先撤了 我先撤了 你别走啊 东东 东东 哥 你真来了呀 光你把我忘了呢 哥 我可是你亲妹妹啊 这个是专门给你的 等你以后挤羊奶的时候 就穿这个 这是专门按照苏武乌羊的风格 给你设计的 小奶羊见了肯定特别喜欢你 跟我一样 一 能不能不要再跟我去养奶 第二 你能不能靠点 都挺靠谱的呀 你说这不挺好的 本来想过来夸你一下 就不 哥 丁峰 我看你哥哥呢 我不知道 你不是说带你一块来吗 我真的 我不知道 他去哪儿了 那你答应我了 说带他一块来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他去哪儿了 我 他农农去哪儿了 我 我 他在哪儿 我 我问你呢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说 那我要是这么缠着潘哥哥 哪天他万一心 我问你一句话 你真的很想嫁给你 你特别特别喜欢他 我是真心的 哥 我如果嫁不成你 那就赖你 你就是罪魁祸首 我答应你哥哥 就算你们俩不行 首先不能自杀 第二不能乱来 第三不能墮落 听见没有 去法国念完书 早点回来 喝个想你 知道了 知道了 要不然老妈老定了我一个人 老妈说了 他在家跟你斗嘴 欺乐无穷啊 有你陪老妈就够了 那我怕你哥哥呢 你去忙吧 老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我电话拉车上了 我给你拿去 好 你去拿吧 等等 阿姨 你没想到明珠这么厉害吧 还说他不用心读书呢 可这不是挺有想法的吗 我还是希望他早一点 回法国上学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美学期 那个学科那个成绩啊 我的头都大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丫头竟然想出什么了 让我给学校捐款 做什么宠物雕像来换学分 这头都能想得出来 现在你就放心吧 这成人礼办完了 明天不就回法国了吗 我给胡秘书已经安排了 让他订票 这回我送他回法国 不用了阿姨 我杂志胜那边接到通知 要上法国开会 你机票已经订好了 我送明珠过去吧 你跟叔叔这么忙 不折腾了 真的啊 那太好了 倩倩 你送他 我是一百个放心 阿姨啊 波罗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经历了这么多 我想他应该没办了 嗨 多水啊 嗯 好 谢谢姑姑 我看 你看 妈 校长怎么样 挺好的 特别好 没想到 我以为你 不太想见我 是你不想见我吗 我们好久都没这么倒过了 也好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是我不想跟您说话了 是你从来不给我好好说话的机会 我以后啊 别像见了鬼一样的躲着妈妈 好吗 我答应过你吧 给你两年做通关的机会 凭你自己的努力去做 如果你做不好 你就想一想接下来的情况 真的 你看看我 我看有理由 你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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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决定负责任 明白吧 明白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看 你看我爸 帅了 你叫我老师吗 我要做一个不让父母失望的人 好 好 起立 谢谢李老师 谢谢同学们 好开门啊 几个 几个呢 在那儿呢 帮我老妈 好开门啊 东君 我下午就带明珠走了 先送她去法国读书 还要开会 想在临走之前和你谈谈 如果方便 请即刻到咖啡厅找我 欠欠 我的选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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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天 什么事啊 潘律师 我听小米说 你对联合创业有了新的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 大家尽可能地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带到最大的创业款项 然后把所有的款项集中在一起 承包整个创业园 不 这不和以前一样吗 我还没有说完 如果创业园成功了 算大家的 如果失败了 所有的创业贷款 我一个人承担 你疯了 小米 我是一个律师 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潘律师 我没听错吧 你的意思是 如果亏了 所有的贷款你自己还 没错 我可以跟你们签风险合同 然后去公证 这不太好吧 你们先不用着急决定 趁着土地确权这段时间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 咱们再写上 就这么定了 早 早 早 都这个点了 怎么还不进去啊 你知道吗 你之前老给我派什么 方杨问一奶呀 类似这样的工作 我不喜欢干 你敢不敢给我派这儿有营养 别的工作 敢吗 你敢我就进 你不敢我就走 在这儿等着我 算旧账是吧 爱进不进 你回来 你干吗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理直气壮地来上班 光明正大地来找茬儿 然后试图了解对方的弱点 在工作上找到他的漏洞 毫不留情地反击 你有病吧 早 早 早 我觉得啊 这个宅基地确权呢 是个好事 按面积住楼房 也就是说以后啊 农民就有了自己的产权和房产证了 啊 可是 就怕村民们这么想啊 你们看 那么多年 他们都习惯了宅基地的使用 那突然取消了 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好好沟通一下 对 是应该和村民好好沟通一下 走 不管啊 你们家老实睡吧 都是什么 不行啊 我想得很清楚 创业园必须要整体规划 如果单枪匹马那最多都是散户 那你在不在创业园 不都是一回事吗 你傻了 等土地缺陷完了 我再具体跟你说好不好 都来了 叔叔 好 来 走 走 吃饭了吗 我吃了 我说你们吃饮的 你们吃饮的 我吃了 我吃了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你们吃饮的 谁的 谁的奶 我呢 我才拿错了 我今天把大家都叫过来呢 主要就是因为 宅基地的土地确权工作 和曾乡下属的村子 情况都不太一样 又因为地震 之前的面积都很难具体统计 就得按照人均数据来计算了 那 那福林村呢 你像福林村就属于人口多 宅基地的房屋面积差异比较大 就得实地去测量 我怕你跟李波罗那院忙不过来 所以我就把大家都叫过来 一起来帮忙 没问题 知书 你安排吧 等到咱们土地确权工作完成之后 创业园就可以全面展开了 可能那个时候 大家会更辛苦一点啊 知书 你太客气了 放心吧 行 那你们吃饮之后 就开始工作吧 两个人一组 如果村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好好解释一下 好 没事 吃 继续吃吧 漏奶了 别喝了 吃过来吃包 你看 知书她来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跟菠萝一组吧 那个她有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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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俩太熟了 所以妮可千万别觉得 我们俩会怎么样 你跟你的那个小米多多一组 谁 我随便挑一个 可以吗 丁丽 丁小丽 丁丽 丁丽 好 我去跟许文强一组 有问题吗 小贾 那你和王丽一组吧 你们各自划分一下 赵良的区域 别重复了 你跟我一组啊 不要 人家什么意思 你成全 你成全谁 我们在 你做什么 好 可以吗 当然 合作愉快啊 你的人是 都是我的人 我不是 我 只要 最美的优裁 让我给我把你留下来 六长 我留你真的解决了 解决了 好 好 好 你说 你说她怎么会放弃你这么好的女婿呀 要是我的话 我肯定拉着你不放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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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你怎么去没完没了的 你说你哪儿都好 你为什么就是眼神不好啊 我对你那么好 你看不出来吗 谁对我好了 我呀 你睁大眼睛看看 我对你好不好 你对我是挺好 就是好得有点唐突 你能不能别开玩笑 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 每次跟你说出事 你就这样 不是 我吧 我现在主要心思 全在波罗身上 我挺担心她的 你说她前段时间 情绪那么不稳定 对不对 现在她又突然跑来上班 丢乃洋的事我问她 她也不说 我总觉得她跟赵墨之间吧 她俩就不对付 但是我又说不好哪儿 你就放心吧 这个说明之书 她有办法啊 你没看见波罗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上班了 这说明 她已经从邱云解历的一件事情 走出来了 但愿如此啊 对了 你那个跑山机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碰碰 要成功啊 为什么呀 因为沈书记答应出马 帮我去谈这个事情了 哦 沈书记出马了 那这事就基本成了 下两天她一直特别忙 我都不好意思麻烦她 我发现你现在精神有问题 你总喜欢一惊一乍的 你能不能嫌我高兴 您好 您是王经理吗 爸 你怎么事啊 那头段时间是不是有个叫冯小米的姑娘来找过您呢 冯小米 冯小米谁啊 她呀 在我们福林村承包了一片山地 养跑山鸡 跑山鸡啊 说跑山鸡我就知道了嘛 我问你啊 那跑山鸡那个养鸡场场长是谁啊 她脑子是不太高养啊 我先跟你说啊 第一次啊 就派了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小姑娘 过来冒充精灵 不会讲话的小姑娘 第二次派了那个群众养员过来冒充精灵 不张嘴一包人才 一张嘴卖假药的 跟我说什么 说这个是满山瓶营养的鸡啊 鸡这个喝泉水 吃蘑菇啊 吃野菜啊 对吧 还吃什么这个高蛋白的小虫子 那是鸡嘛 要是我的话我都愿意过这日子了 我今天啊就是为这事来的 这些孩子呢都是大学生 没什么经验 那你是那个经历嘛 那你是那个经历嘛 我不是 我不是 那你是谁啊 这是我名片 沈澄 何东西 沈书记啊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不早投名片的吗 坐坐坐坐坐 好 谢谢 谢谢 你坐 你坐啊 好 王经理啊 养跑山鸡的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特别的能干啊 鸡也养得好 这十里八乡的呀都去买他的鸡 今年的养殖量啊特别大 他们呢是刚刚创业的大学生 所以呢有一些 有些难处 原来是这样啊 我开始还真以为他是打工的呢 真是 不容易啊这是 是是是 他们特别的能干 所以说王经理得 得帮帮忙啊 这 我们 沈书记心智来说这个事情啊 那我们超市肯定支持啊 好 这样 让他们把那个五证啊 搬起 什么五证啊 啊 五证啊就是啊 这个防疫啊 卫生标准啊 还有这个资量认证啊 你这样 把这个搬起以后这个证件呢 我马上把汤位给他腾出来 可是你这个今天费啊 我看能不收就不收了 王经理啊 他们这些年轻人啊 投资小 没有这么多钱 咱大超市不有代购程序吗 您看您这超市 是不是能先垫付费用啊 作为自销的产品 至于价格上 我跟他们谈 让机场给您优惠 好不好 每次遇见你 心就难以平静 是可回想着和你在一起 轻易走下去 不知是何结局 还是希望一直陪着你 爱让人欢笑 爱让人欢笑 也会让人哭泣 我会很珍惜 所有点点滴滴 有多少开心 就有多少痛苦回忆 时间把一切都变成过去 爱像烟花 绽放是多灿烂 却像流星 消失在转瞬间 对你的爱 在心中悄悄沉淀 能不能留下回忆片段 爱像烟花 绽放是飞满天 落在心底 落在心底 是深深的眷恋 这份真气 就如此轻易了断 只留下回忆和我 还有时间 这份真气 难道就这样了断 我和你还能不能回到 从前 在心底 在心底 如果要死你了 心底 伤情 可能还能够 这个电影